我们的蕾蕾要用脚表演切菜 待会我们找个老板上来学习一下 就是我适当地给大家示范一下 因为我要脱鞋反正我不好看 老板们能看到我能自立 不是给企业不会给企业带来负担 主要就是这个 那个推老师他只有我一个人 能跟他比得过 我也切菜切得特别好 是吧 你一会儿也用脚 来吧切吧切吧切吧 别切到脚啊 他对抛呢 那肯定来 要不然他那个 你平时做饭 平时刚开始自己一个人在西安那会儿做 怎么颠勺 用嘴吗 搁后就这样 那土豆丝呢 大概就这样 土豆比较硬 比那个黄瓜男切 好有劲 他已经能看出来 能感觉到有劲 而且非常灵活了 我切出来的东西 虽然说是没有用手切出来好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感觉我的行动 给他们做了一个很全面的一个证明 来我们请个老板来挑战一下 曾华 你先用手来切 我切得太好了 这个 那你用脚来来一下 试一下 来来来 来来来 你用脚 我不要把自己 用脚没事 我带你用手切得好 你千万不要左脚把右脚切了 对对对对 可以 真行 你把那只脚抵着切 陀老师 你用脚来扶着一下 有点厚 有点厚 也差不多 也挺好的 看着 这个好硬 你看 这切不来 不行 别勉强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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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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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曾华你行啊 不是 不是 曾华你这么表演 只能证为你的能力只有他的5% 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怎么能那么坚强 那么乐观 其实他的让人最感动的地方 并不是今天切一个菜 或者干 关键感动的是 他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都是这么普通的过来的 所有的东西 一天 那叫坚强 那么日复一日 那就叫金点 来 谢谢你 我觉得看到这个于磊 让我想到了一个那个 就是要出名的一个叫尼克胡哲 然后他是没有手也没有脚 然后他有一句特别名的 名人的这个名言叫 没手没脚没烦恼 然后让我看到了以后 就让我想到了他 他虽然 确实跟普通人不太 身体上不太一样 但是内心的乐观 是给我们每一个人 都内心极大的鼓舞 所以他最让人佩服的 就是他自己 没觉得这有多大回事 对 这是个问题 对 这是让我特别感动 大家可以只是关注于于磊的 这个乐观坚强啊 但是我这么多年 跟于磊接触下来 最震撼我的 是他的学习能力 还有他的创新精神 大家刚才看他的经历 他其实有很多 很成功的创业经历 像网吧 还有之前在西安零售一些东西 对吧 但是他不局限于此 他是一个身体 有一点小缺陷 但是头脑非常灵活 很有想法的一个 90后小伙 我们是希望传递 这样一种正能量 对吧 对吧